大家好,我是明仙,盐小姐要吃汤盐 汤盐别直接吃了,今天家里两种神仙的吃法 真的太香了 花了5块钱买了一包黑芝麻汤盐 这个时候的汤盐还是冰冻的 先放一盘解冻一下 空闲时间准备一些面包糠 倒入碗里备用 把汤盐一包分成两份 要做两桶不同的做法 接下来开始做第一种 起锅烧开水倒入碗盐 把它推动一下防止粘锅 碗盐不用煮的太久 水开煮一分钟即可捞起沥干水分 沉热倒入面包糠里 再用锁把它摇换一下 使每个碗盐都均匀的勾上一层面包糠 起锅烧油 油温5成热换入碗盐炸 动作要快一点 碗盐待锅里不能太久了 因为碗盐的皮比较薄 里面的黑芝麻馅会溢出来 全部放入后炸30秒即可 甚至还没有爆赶紧捞起来 沥干油放盘子里 这样我的炸烫盐就做好了 哇真的超级的香 外面浇香里面还有满满的黑芝麻馅呢 一个个像荔枝真的太好吃了 赶紧试试哈 第二种做法把烫盐直接倒入锅里 先把它电波几下 然后倒入一勺食用油 再倒入少许清水 盖上盖子焖煮3分钟 烫盐焖熟后用铲子把它压扁 有轻轻的压别把它压爆浆了 一边压一边煎 煎至一面金黄花一面煎 总之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一边煎至一边不停的把它压扁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我的汤盐池巴就做好了 哇真的太香了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撒一些椰龙 或者黄豆粉也行 外酥里有风味独特 好吃的停不下来 喜欢的小伙伴们赶紧收藏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 拜拜